不过气象鼠在刚刚也发布 针对三个县市的大雨特报 所以明天上班日会下大雨吗 气象时间叫你静怡 今天主要受到封面接近 再加上水汽增多的影响 所以全台各地今天或多或少都有降雨 尤其气象鼠在稍早5点45分的时候 特别针对的是在台东 还有屏东山区 高雄山区 发布大雨特报 大家一定要留意 而明天上班上课 大家要留意的 雨会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主要会在北部和东半部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不过在这种雨式的空档 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还是蛮闷热的呢 主要因为今天可是24节气当中的立下 所以今天全台最高温 是出现在屏东的山地门 今天的最高温来到了36度 接下来我们透过地面天气图 就带您来看看 现在封面到底在哪边 明天周一我们提到了封面 主要会在台湾北部的海面这边徘徊 所以受到影响的就会是在北部和东半部 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到了下周二的时候 会受到华南云系东移的影响 所以届时降雨的区域 降雨的范围会稍微扩大 而到了周三和周四 受到的会是东北季风要增强了 所以从周三开始 在北部和东半部天气 就会稍微转凉一些 尤其在清晨在入夜 在北部和东半部可能低温 都只有在20度左右 大家要多做留意了 好 我们接下来从一周的天气状况 尤其是降雨趋势 带大家来掌握 我们提到了在周一 不是封面会通过北部的海面吗 所以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的 会是在北部和东半部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中南部则是要注意的 是这种午后雷震雨 主要因为气温比较高 所以在热力作用之下 在周一周二都要注意 午后在中南部会有午后雷震雨 那么周二受到华南云系东移的影响 所以你可以看到降雨的范围 稍微扩大到中部以北 还有东半部地区 周三开始受到的是东北季风影响 所以迎风面就是在北部东半部有雨 不过到了周四 这个水气就会减少了天气状况 也会转为比较稳定 那么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叶翰